行政院23号公布 疫情警戒将在27号降为二级 平农县政府也同步宣布 包含长者招呼机构 长辈关怀据点 原乡文化健康站都恢复正常运作 让长辈及长照家属 可以提早恢复如常生活 这些工作人员的施打力 大概目前疫苗的注射都高达九成以上 三级警戒解除之后 我们现在我们这边就能够快速的提供 各项的社区照顾的服务 能够减轻家庭里面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个照顾的压力 疫情三级警戒下 部落长辈超过两个月没有到文件站 平时有跟作习惯长辈 身体没有太大改变 但是独居或原本行动不变长者 健康就出现问题 很多都是独居的 然后就是他的社交生活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广的那些长辈 在我们去访试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他们的行走 已经很明显的已经退化 到已经很慢了 还有某几个长辈 就是他很明显的 他的那个智力也是有退化 屏东县目前有68处部落文件站 照服员几乎都已接种疫苗 他们期盼除了做好防疫工作 也继续守护长者健康 根据西文巴朗 屏东来意 屏东市 尝不到 你还没看见 这样子 然后就像这样子 这种项色的 这种项色是一样的